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LOLO DARK 漫漫長夜 現在是暴風雪嗎? 不知道 今天呢 今天是第61夜了 哇,暴風雪 Yeah 暴風雪 照理講暴風雪我們不應該在外面亂走對不對 我們不要這麼拼命啊 睡飽再說 所以今天 剛開始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睡覺 睡個 睡到 我現在用85% 睡個3小時好不好 補個狀態 3小時睡下去 不要出門 安心的在家裡 不要跟大自然搏動 你看 太陽就這麼 不是啊 暴風雪就這麼過了 狀態也補到差不多快滿了 94%了 今天我們先回到我們的家中 然後把我們身上這些東西放下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冰海公路了 是不是 你們說是不是 看來今天的任務不難 我現在 我現在剩下只有火把 我現在只有火把 我都拿著槍 我現在還可以繼續給狼鋪囉 上一集我們 欸我們 都 那個狼都咬在肉上面 完全沒有咬破我們的衣服 所以我不知道應該高興還是難過 以現在這種情況來講 好像應該高興對不對 肉都沒關係有沒有 肉隨便睡兩覺就恢復了 所以被咬肉也不用太在意 被咬衣服 還會心疼有沒有 啊我的衣服破了還要補好可憐 肉不用 肉只要喝喝水睡睡覺 就補回來了 哇好神奇喔 最好是被狼咬這樣子睡睡 就恢復了 吃幾顆子弄藥 砂布包一包 啊就沒事了 擦牆地有沒有 隨便包包就好了 好啦我們 快要快要到家了 剩下過了橋 等一下我回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昨天有看到一隻兔子被捕獸圈捕住了 我們等一下就把它拿起來 沒有問題 一隻兔子而已嘛 等一下就把它皮割一割 把它丟在家裡 等一下我看一下 搞不好應該是 應該是小刀比較快 不曉得是小刀還是 還是斧頭 不知道等一下要看 我現在覺得三十幾公斤 走路其實也蠻快的 自從嘗試五十公斤那種 殘酷的走路方法 就匍匐前進 一樣 殘酷的走路之後 就發現其實 其實背著三十幾公斤 真的 可以說是活跳跳耶 一尾活跳蝦這麼樣活跳 你把魚抓到路面上他那樣跳的感覺 也差不多像這樣子了吧 欸那裡有一隻狼 有狼 有狼欸 他不會再吃我的兔子吧 欸那我把他打死又可以多一個兔皮囉 欸他真的在吃兔子欸 可是跟我 跟我的兔子沒有關係欸 那我要匍匐前進 我要匍匐前進 好啦可以可以可以了 這個才叫匍匐前進 欸等一下我 現在蹲下來了 怎麼跟上一次 好像也沒有差很多喔 上一次我背五十公斤的時候 好像就這麼低嘛 好好好我慢慢靠近他 慢慢靠近 匍匐中 匍匐前進 唉唷唉唷 安靜安靜 不要經老到狼 我們從很遠的地方就開始慢慢走了 務必就是要打死他 那個肉我不要了 兔子肉你想吃 你慢慢吃好不好 你不要咬壞我的兔子皮 好不好 欸很接近了很接近了 很接近了各位 放慢腳步 可以了 可以了 他還轉頭回來看我 我幹嘛這麼緊張 可以了 先 沒有可拆解的物品 他在跟我講什麼 沒有可拆解的物品 你把兔子皮肯爛了 好啦我不知道講什麼了啦 把他的腸子和肉都刮走了 他竟然 咬爛我的兔子皮 呃 五十分鐘比較快 真是可惡 兔子皮欸 好啦真是可惜 太可惜了 那我打死這仇狼幹嘛 沒有一件雙雕的感覺 有點浪費 這個是我自己的啊 而且 捕獸拳好像還壞了 好啦割下來啦 拆解啦拆解啦 欸我剛剛有調嗎 我剛剛好像忘記 調了 好啦不管他了啦 啊有有有 裂刀裂刀 搞不好用斧頭比較快 啊拿起來 這個還有100% 重新放置 放置 放置 再靠這邊一點好了 靠這邊一點 那裏有一隻小兔子 我覺得他不會上鉤欸 要放在哪裡好 這附近好了 這裡這裡這裡 就放在這 好啦好啦我們回去了 下一次再回來拿 啊 沒有可拆解的物品 我第一次看到那個 沒有可拆解物品的時候 以為是我的 我沒帶小刀 或沒帶斧頭出門欸 害我緊張了一下想說 沒有帶欸 怎麼辦 可是家這麼近 想說沒有帶就回家拿啦 也沒有要怎麼辦啊 抱歉 故意嚇了你們一下 好了總之我們回到家了 結果打死那頭狼 竟然什麼都沒有 可惜啊 非常可惜啊 好了我們進家門了 把那個 身上的東西卸貨了啦 卸貨卸一卸 放在冰箱裡 我應該是短時間內 不需要吃什麼狼肉了 狼肉 兔子肉 熊肉都不想吃 純粹 欸 就是為了拿皮革 殺開心的 欸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不能什麼 什麼殺開心的 那個 就是要 囤貨有沒有 皮革可以賣錢 皮革很值錢 他們 老是來這邊找我們麻煩 我們就要 殺回來 我們要當個獵人 殺回來 欸 我這裡竟然沒有兔子皮的存貨 這麼可惜喔 本來應該有兩張的 我應該是在那邊 匍匐前進匍匐太久了 所以 導致 導致沒有了 乾鹿皮欸 又乾一張了 欸 這一張是乾的 好拿起來 這裡有沒有腸子乾了 乾化的內臟 乾化內臟 哇好多喔 哇欸 這一條沒有 這一條是新鮮的 乾化的 乾化的 欸好多條 真的好多條喔 這也是乾化的 乾化 哇 新鮮內臟 我應該全部拿起來 再全部放下來 這樣子 才不會miss掉 對不對 好好好 拿完了 這個是新鮮的 放下 放下放下 我覺得新鮮程度不一樣的 應該要分開放 哇 乾了15條欸 好多喔 大豐收欸 好啦好啦好啦 我 我應該不會帶著這些跑吧 我要不要看一下我的裝備 裝備 裝備 看一下要不要修好不好 呃其實 耐久度都蠻高的欸 對啊耐久度都蠻高的 好啦好啦好啦 我 把 把 把東西都放進去 它就放不下啊 嘶 嘶 這個空間就放不下啦 啊 啊 那 一定是我拿太多槍了啦 先把一支槍拿出來 應該就放得下啦好不好 放得放放 一支槍很重 全部轉移 欸 真的欸 拿出一支槍就放得下了 怎麼會有這麼重槍啊 拿出 三根發煙筒 好不好 還有什麼要拿 油燈拿著 油燈要不要加油 看一下要不要加油 油燈 零零公升 好 加油 這個是觸燃機 觸燃機應該放到後面的櫃子 讓這邊更空一點 把這個 加進去 我來加我的油 行動 加油 全部加進去 好 我要不要帶著這一桶油跑啊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覺得下一個區域可能會找到這些東西 我不需要帶著這些東西跑 把這個 油桶 油桶 油桶在哪裡 我剛才滑太快了喔 沒有看到 油桶放進去 還有什麼東西要放進去嗎 喔火把 火把不需要 煤炭 煤炭不是放這裡 藥放也不是放這裡 我一直帶著劍坑到處跑喔 不是吧 有這麼蠢嗎 好啦不管了啦 再換下一個地方擺 把東西都歸位 這個藥品櫃放不下兩罐藥水了 火把 藥水 藥水 我好多罐藥水喔 放不下啦 放在這個櫃子裡好了 把藥水放在這 都在旁邊 那個藥品都放在浴室裡 感覺還蠻有趣的耶 全部都放進去 好不好 那 繼續放 東西還很多啊 東西放了差不多了 把這個睡袋撿起來 看一下還有沒有東西不要的 救生弓 救生弓應該不用了 我現在很少在用弓了 那把子彈帶著 然後把救生弓丟進去 子彈帶著 救生弓放進去 欸 這樣差不多 該帶的都帶了齁 藥品 油 衣服 OK 食物 一咪咪 食物真的只有一咪咪 水帶太多了 不對 還有什麼 油燈 這個開罐器帶一個 這個好 欸我還要帶錘子耶 這樣子不行耶 為什麼會拿一些樹枝在身上 我要 我要 把這個樹枝放回去 多餘的水 我帶兩公升就好了 放兩公升進去 帶兩公升 26 現在有26耶 看一下拿這個錘子之後 現在還有多少 28.3 哇 28.3耶 有點重 要不要吃點東西啊 我幾乎沒帶食物耶 積不擇食 有需要講的那麼誇張嗎 積不擇食 吃吃吃吃吃 那我就去 我就去拼命的吃東西好不好 既然說我積不擇食 我把 我把家裡的罐頭吃一吃 罐頭也不可能帶在身上跑嘛 一個 兩個 三個 好不好 吃掉它 吃掉它 食用 大胃王比賽 開始 吃掉了第一罐 秋風選手吃掉第一罐罐頭 到底能不能吃掉第二罐呢 沒有問題 第二罐 也不是什麼問題 繼續的打開 繼續的打開 我開我開我開 哇 拼命的吃拼命的吃 秋風選手已經把第二罐吃完了 接下來 繼續挑戰第三罐 第三罐看來已經有點飽了 已經吃不下這麼多了 哇 第三罐到底會剩下多少公斤呢 令人拭目以待 我吃 我吃 剩下0.07 我到底在幹什麼 對 我到底在幹什麼 好了啦 睡一睡啦 睡起來應該可以吃了 啊我今天本來要去其他地方的耶 啊這樣搞 是怎麼去其他地方的啊 剩下三小時的陽光耶 我看一下我現在 精疲力竭也不能往外跑啊 只能明天再出門了 對不起各位 我先補足我的 那個 疲勞值 然後 把我的裝備修一修 或是把我的刀 我的劍 我的雜七雜八的東西 磨一磨 好不好 然後再出門 怎麼樣現在會渴會累嗎 不會 有點渴 喝一下水好了 喝 再喝一點 說不定我這樣喝一喝 根本就不用待在身上了 就可以到處跑了 再睡五小時好不好 休息 我應該不用睡這麼久吧 應該睡三小時就可以了 我還要趁晚上修修我的裝備 修修我的雜七雜八的東西耶 呦 睡起來了 點個燈好了 油燈加滿點個燈 其實油燈加滿反而很重耶 我們晚上幾乎都在睡覺 其實 油燈是不需要用到滿吧 不管了 反正我就點一下 浪費一下 我忘記我下來要幹嘛了 喔 下來 補裝備 這一格 拿一些皮革 呃 拿五張出來 應該夠補吧 然後拿一個針線包 我要縫我的裝備 拿一個裝備 褲子 要縫褲子 先縫褲子 然後縫 帽子 喔帽子先縫 行動 修補 都這樣補補補 每天都在補 那個帽子如果真的拿到現實的話 可能到處整個 從頭到尾都是補丁了有沒有 繼續縫啦 褲子 可能從頭到尾補都是補丁的褲子 這件褲子不知道穿多久了 也很少換 能補就繼續穿嘛 衣服也補一補好不好 嗯 不要補襪子好了 補襪子好像比較划算 行動 繼續修補 整個襪子 喔 根本那些布大概可以重做一雙新的吧 補上去的襪子可以重做一雙新的襪子 這樣子應該補的差不多了吧 21度了 夠了 多升加1度了 那我還要幹嘛 我看一下我不要 我不要先點燈 我要先看一下我的裝備 磨刀 磨 磨刀或是用 那個斧頭嗎 要磨一磨嗎 有必要嗎 這個應該是沒救了啦 這個不能修啊 好啦好啦 點燈啦 不然我看不到 我要利用餘光 欸 在這裡 在這附近 剛才我利用了 點火的餘光 找到了 我要磨刀石 不是這一格 隔壁這一格 好 有有有翻到有翻到 磨刀石拿出來 我現在要磨 先磨這個好了 磨刀 磨刀技巧31 鋒力提升3 磨12分鐘 磨刀不會失敗 因為太簡單了 磨刀誰不會磨刀 只是磨得快不快而已 有沒有 32%了 還可以再磨 磨好久 欸我這樣子 把所有磨刀石都磨完 我可以練到100%的磨刀技術欸 有沒有 我裡面還這麼多磨刀石 欸有機會喔 而且這個聲音超級不舒服了 快轉剪掉好不好 我現在鋒力提升4%了欸 磨刀技巧35 應該是超過33% 34%的時候 剛剛就4%了 好啦繼續磨啦 不要廢話那麼多 超死人了 好啦再磨一次就要磨滿了 磨我磨 啊磨刀技術38% 小刀滿了 這個石頭還剩10% 要放在哪裡 欸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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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我又要省成這樣嗎 幹嘛搞得我很窮困啊 我現在明明很富有 資源如此充沛我幹嘛省成這樣 你問我我也不知道啊 當省則省啊 做人就不要太浪費好不好 我又看不到了 喔在這裡在這裡在這裡 我是要把針線包放進去的 當省則省 啊差不多了 我們衣服工具都補得差不多了 看一下喔 先喝水 剛剛有口渴的跡象 看我的衣服 等一下等一下來看 看衣服 沒有問題 衣服沒有問題 就鞋子低了一點 手套還可以 對就鞋子低了一點 要補一次30% 所以 所以直接補掉有點浪費 沒關係我們這個之後再說 那還有什麼 鞋子 食物 食物也沒有帶很多 把這個吃完好了 食用 剩一點點的把它吃完 工具 要修槍嗎 也不用啊 91% 還可以打這麼久 不用修了啦 看一下還有什麼 欸 都沒有了 沒事了 很好 這個開關器也不能修 我們現在要 要走路上去了 我們應該要帶一些 口糧在身上 口糧口糧 野戰口糧 帶 這個野戰口糧快壞掉了 把它帶走 雖然說是快壞掉 其實也沒這麼容易壞 好啦 我們帶三包野戰口糧 應該走到腿斷掉都吃不完 可以吃個三天三夜有沒有 好啦 我們上來 回來上面睡覺了 該就寢了 剩下兩小時欸 看一下我現在 其實也沒有很累 就睡三小時好了 休息 又是暴風雪 太棒了 他不想要讓我出門欸 那是 那是明天的事了 我們這集的實況 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活過61天囉 感覺很輕鬆 我們下集再會 掰掰 掰掰 油 烤